哈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们的追星男孩 又又又又来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 火箭生日特辑 这个系列顾名思义 就是在火箭成员生日的那天 介绍他来给你们知道 那么今天生日的火箭101成员是谁呢? 没错 他就是我们的三只大哥 孟美琪 孟美琪 1998年10月15日 出生于河南洛阳 她从小就是一个很匠的女孩 在舞蹈课里面 她明明是少儿班的 却不要进小班的课 一直要进大班的 然后大班的老师 就看她那么好学给她进 结果没想到 她还跳得那么好 不愧是三只大哥全能ACE 从小就那么匠 还跳得那么好 不过呢 她也不是靠舞蹈进入乐华娱乐的哦 她是靠唱歌 没有错哦 她竟然是靠唱歌进的乐华娱乐 不愧是全能ACE 唱跳rap感觉都可以 所以都不知道 她到底最擅长哪一个人呢 加入乐华娱乐这个大娱乐公司之后呢 她就在训练很久之后 在2016年2月25日加入宇宙少女和宣怡成肖一起成为了宇宙少女的三个中国成员美宣肖 然后她又觉得在宇宙少女 她每次都站旁边很不显眼 所以她就在18年参加创造101想要重新来过 于是就来到了我们所熟知的创造101时期 创造101出产 你们都懂的啦 看到这选手的反应 全部都最期待乐华的表演 果然不负众望 一身红衣 一个牛手 搞错了 再来 成功拉了一波三支大队 果然是爱情开始的地方 然后goodbye baby goodbye的出舞台 也是很牛 和宣怡一起获得了双A 过后在义宫的撑腰也是成为了名场面 到现在也是选秀无法复刻的经典 她在多个节目也再次上演撑腰名场面 撑腰过后呢 她又在二宫选择了舞蹈难度最高的唐特 然后就是三宫 我就是这种女孩也是她最想要的歌 她粉丝就给她投了第一名得到这首歌 她的双马尾大耳环造型 也是很引人入目 然后一路晋升总决赛 最终第一名成功 加入火箭少女成为C位 值得一说的是 她本来一开始只在第16名 可是呢 就是因为她每一个舞台 都带给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所以过后她就 连续6期 拿到第一名 最终也是不负众望成为C位 然后火箭少女时期 就到那个跑三事件 跑三事件呢 就是孟美琪、吴轩怡跟张子玲呢 因为他们的公司一些合约谈不到 所以就想要把他们的人带走 就变成了撞这首歌 只有八个人 过后呢 合约谈妥了 又回来 所以LINE就是11个人的回归首歌 OK 就这样 这就是跑三事件 过后呢 在火箭少女2019年 第一场飞行演唱会上面呢 她是光脚上台只穿袜子的 没想到啊 只穿袜子不穿鞋 还能在演唱会有那么好的表现 主要就是第一场演唱会 她不想辜负大家的期望才光脚上阵 不过光脚上阵也是牛逼 过后她就发布了她的第一首歌 有种 然后就到这样的专题 和紫娶 Andières 和紫娶 我 在圈星 称赚 自由的 爱与狂張 那刺 Aww 我是 的 Não dom 王 Или 不一样的出场是绝成的吗? 我哪哪的? 不是一生出来的绝成的吗? 我哪哪的? 他也在各大的节目担任导师 比如说明日之子山 也有在创造营2019、2020、2021登场过 2019他是去给学弟上课 2020他是一开始的时候和周振兰一起登场 2021他就去当了刘宇竹的助阵学姐表演冒险计划 然后学员的部分呢 就是学员冒险计划 然后学员冒险计划 他也是有参加我就是演员成为学员 然后他的导师也是很喜欢他 那么就到了解散时期了 解散后呢 他就发布了他的解散手段 爱不爱 那首Mute也是很好听 他也是好听 有点反映 L*** 召量的精華 阿姨 就是类似回应网络质疑的歌 过后呢 他还去参加了蒙面舞王 打败刘雨昕 没有错 他打败刘雨昕 还上了马来西亚的星光日报 不愧是山师大哥 然后呢 现在他有去舞蹈生 教人跳舞做导师 然后也是有在天赐的声音 成为音乐合伙人 和几个前辈老师 一起唱了几首好歌 然后最近2021年 他还是有拍一部徐真导演的电影 《我心飞扬》 好像是配合东京奥运会的 预计会在2022明年上映 明年就可以在大荧幕上面 看到美琪为这部电影付出的表现 很努力的 然后他今年的常驻综艺 就是听说很好吃 也和韦归女孩 进行了几次公费约会 然后他有和胡彦斌导师 参加一个综艺最美中轴线 他们创作的那首《声声之轴》 真的是很好听 不管是火箭小分队在决赛最后一集唱的版本 还是他们在第一期的双人版本都很好听 《声声之轴》大推 他2020年和2021年也是收获了各大奖项 然后呢今天在他生日的今天呢 他也发布了一张EP叫做《奇异双勇》 就是他的生日EP 里面有四首歌 三首他都有参与作词作曲哦 不愧是全能ACE啊 不管唱跳RAP还是创作都可以 那么就祝美琪生日快乐 然后祝他以后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